Hello大家好,我们是日本房产频道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房产是位于北24条地区去年刚翻修的一个房产 齐桑公寓扎晃第三,2023年5月翻修完毕 车站就在附近生活便利舒适 行政机关就在旁边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齐桑公寓的基本信息 距离南北县北24条站步行5分钟的一个房产 一室一厅位于7楼 从平面图上看,房间格局非常好 总面积达到40.54平米 价格会在后半段有公开 我们的频道是致力介绍于北海道和福岗两地的房产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微信加来音 或者关注我们的频道 对这些房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 或者来音联系我们 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24条周边 24条在北区是相对繁华的一个地段 不仅有北区的政府 还有很多小商店 右上方黄色小星星的地方是我们的房产 咱们可以看到旁边就是24条 从24条坐地铁只要5分钟就能到达 扎黄市中心 去北海道大学步行有点远 但是骑车的话只要7分钟 咱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上 北24条附近有很多小商店和便利店 当然我们小星星的对面就有一家7分 这个是我们的房产外观 注意看我们的房产后面就是扎黄北区一锁 是在同一个规划里面 办什么资料啊 办什么手续都比较方便 再隔了一个block就是北警察署 房产后面还有一个医药专门学校 马路对面就是7分 过个斑马线就能到达那边 就这条道上就有很多超市药妆店等等 推进一点看左边是那个Sekoma 然后右边是那个AX超市 Turha是药妆店 您要是闲那边有点远的话 在7分的旁边就有一个 医用的小型超市MyBasket 在我们的斜后方还有一个 24小时营业的Max Barrio超市 隔壁的扎黄桑Plaza是一个复合设施 Hotel游泳池音乐厅等等 年途都是商店 以小餐馆居多 是 prim之后 可丽屋吗 对呀 对呀 4 số 神구나 是玻璃桑 这里是鱼的 为何 鱼鱼 zeg?? 牛牛牛 烤肉 是比较高的地方 在中国方式是烤肉和烤肉的地方 同样吗? 烤肉和烤肉 不同 是不是各色的商店看花了眼呀 到处都是些小餐馆和举酒屋 感觉生意非常不错 大家有没有兴趣 投资这边的房产呢? 我们的房产是位于 招黄市人口最多的北区 其中以24条周边的 商店居多 公寓临利 人口密集的一个地方 而且附近也有北海道大学和大医院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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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三番小 咖啡? 这是正硬店 政府将来的做仇人 一损 一损 十秒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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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超 是 是 好 是 有 有 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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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收纳有多大 好小的哦 看一下哦 好小啊 但是 这边的厕所还是蛮OK的 还干干净净都是新品 把地板也是测量测量的 这边 看 大家看这边 我的身高是1米53 但是你看哦 这个就是一般的成年人 1米6 特别是男生 1米7 1米8 肯定不行的 这个门啊 这个门的高度 应该是1米7 因为这边还有个很大的柱子啊 咱们洗澡的时候还是非常不方便的 要注意咱们的头 但是设备的话都是翻新或非常干净整洁 挺适合女生的 点灯 然后这个呢 它拔不下来 这个还是挺OK的 翻修过后的洗面台 基本功能不差 收纳也OK 这个也是非常小心的一个浴室啊 床好像壁っぽい 嗯? 壁っぽい 壁っぽい 嗯 那边还有晒衣服的 康梭とかついて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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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换气口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小型的浴室里面 居然有两个大水龙头啊 这个一个 那个一个 但是这个往上摆 是夏娃 往上摆 是这边出水的 然后这边是调节温度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边的话 虽然确实很方便啊 放水的时候 可以直接调温度 但是好大呀 这个 哦 太滑ついてない 诶? どこに? そこに ダイヤルあるじゃん 啊 なるほど あれ? ボタン式のやつがないから それに合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そう 太滑ついて なるほど ですね 我们以前看的那个浴室 不是 这边都是有个全自动机器的吗 这个 咱们得手动来调节 おもしろい 小心浴室 功能合格 需要说一下 您的大长腿 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就好了 噢 要不要 过来 我去看一下寄居室 打开门 一看到就是咱们的厨房 厨房这边呢 是热水器 不然呢 也是用ガス 是用煤气的网 厨房的设备网没什么问题 一个人居住 两个人居住 大小都ok 然后它那个 手朵的话也是很大 但是它那个 没有隔开来 你自己要买那个 Standle 就能收纳很多东西 哦 公布空了 是另一次 哇 这边好调味料 你看这边下边也有收纳哦 你看下面有收纳 但是 你看这是谁设计的 哈哈哈 根本就拉不开好不好 还好它不生 翻修过的厨房用具 质量一般 配置一般 能满足您的基本需求 林奶的热水器没有更换过 是2015年制的 今年11月份需要再check 我们的整个就是 起居室 总是9.1碟 9.1碟的话 这边的窗子是面向感觉 对面呢就是那个专门学校 9.1碟大概是15平方米左右 室内都有翻新 这个起居室还是挺ok的 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的英台风也是换的新的 然后那边是放电视机 那边的话 电视机要协日放了 里面要堆灰了 这边的话 咱们没有那个暖气设备 你要自己买的 这是暖气设备的接口 这边就是3.5碟的 看起居室还是很大 看起居室还是很大 是吧 他来了他来了 他横着房梁又来了 真是又丑又妨碍 还不能拿你怎么办 哎呦 早点了 坐吧 一起到你那个床 只能是这样竖着放 不然你起来的时候 哎呦 就撞到了 而且他那个 这个也是非常小的 你可以买那种上下 上下可以叠放的那个架子 就可以使用了 空间挺小 整体来说这个比较适合女生 男生就不太适合了 我换了他怎么吃 真的没了 我换了他就没了 我换了他就没了 我换了他 这个你要怎么设置你的 layout呢 ベッド こう置くこともできるかな そうだね 单人床的话这样放 反正就是不要放中间 出具这个大房梁不谈 这个大小和这个采光 还是比较好的 窗子面对的是学校和大马路 留有采光的空间 一个成人 走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起居室不大 比较推荐沙发和餐桌二合一那种 感觉不太響起来 最后是一个座椅 我们带好重的 太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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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楼梯旁边还有一个监控器 就在我们麒麟仪式的旁边 所以安全性的话是很OK的 那最后大家觉得这个麒麦的设计怎么样呢 咱们来公布一下这个福利价 能懂 899万日元 说实话这么大突出的一个房梁 我都不知道899万是贵还是便宜了 好了我们这个公寓已经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它的好地方和坏地方 好地方的话它就是距离北24条 只要步行5分钟 而且周边有很多商店啊 超市啊 生活是非常方便的 坏的地方呢 然后它就是 嗯 虽然它已经都翻新过 但是它有三处 有点刺的地方 视频中解释的有点啰嗦 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两处突出的大房梁 对小鸽子以外的人群 造成生活不方便 二 收纳内容比较少 需要咱们废脑子合理安排空间 最后就是厨房最底层的那个抽屉 算是废了 大家觉得这个房产能值多少钱呢 最后对于这期房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或者LINE联系我们 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频道发送礼物 您将会收到一份关于买卖流程的PDF 各位看官感谢您的收看 留下您的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